hello 大家好 我是那老師 那在天氣節 幽城再臨的微信官方公告 這一次 新英寧的神 新英寧的神兵的技能 期待已久的曹慶終於開了 不過曹慶 大家的反應好像還好 來看一下為什麼吧 練神還手 那技能名稱是千里單忌 目標攜帶友誼狀態小於等於兩個的時候呢 主人攻擊對戰中傷害可以提到5-10% 那主動擊殺敵人之後 時裝結束時對十字七格範圍內的物攻 法攻屬性最高的一個敵人 實際在檢驗狀態 呃 只是引進人來說沒有不好 對沒有不好 但是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什麼 就沒有人家穿透了 沒有人家那個 物穿的部分 但就是有加傷害 然後又可以實際上額外的實際在檢驗 就還還 ok 啦 這沒有人家穿 穿透實在是 呃 嗯 嗯對 好 沒有不好 我就是 至少 至少出了嗎 對 好那 找個 魅火 魅火蝶身 兩個壞內存在非女性角色的時候呢 罰攻跟暴擊力提高5-10% 主動攻擊每造成一次暴擊的話 額外獲成一層的英偉 那原本他就是屬於就是 犯害型的 角色啦 然後就是 只要不是女性角色就是傷害力會比較好 對 大概就是 呃 我們 友方跟非敵方的非女性就是男生啦 在 照哥附近的話可以額外獲得這個 罰攻跟暴擊這樣子 好 再來是陸葵的部分哦 那自身攜帶有害狀態 數量小於兩個的時候呢 物攻 提高5%到10% 那行動結束 直接在自身所在的格子製造酸凍地形 量規格 那使用主動主角呢 驅散自身一個到兩個的debuff 就 就還可以 然後多了這個 可以自己在自己 所在的位置製造酸凍 好 在幽皇的部分 那幽皇 幽魂生命的神兵技能 攜帶大於等於兩三層的魂魄之地的時候呢 傷害跟物理免傷提高5-10% 那現在超窄的狀態的時候移動1-1 並且免疫移動1-1 就也是ok 好 那 曹慶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非常好 不知道會不會再改啊 嗯哼 好啦今天情報就這樣 很很簡短很簡短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曹慶這一次的神兵技能呢 會不會希望他改呢 那有什麼問題 跟討論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一起互動 感謝各位 請留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拜託 拜託 拜託